表定因走击到魏斯布鲁克而被驱逐出场 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昨日纽奥良提湖在主场迎战奥克拉和马雷霆 主力中锋卡森斯·马克斯卡森斯比赛过程中 因走击到魏斯布鲁克·罗西尔·威斯布鲁克而被判驱逐出场 赛后大为不满地表示 一般的大个球员都是这样保护篮板的 事情发生在第三节剩下五分钟时 卡森斯手下魏斯·布鲁克的强攻后 抓下防守篮板 魏斯·布鲁克想上前去抄球 卡森斯驾起手走护球 就走击到魏斯·布鲁克了 再判也判卡森斯为二级恶意犯规直接赶出场 赛后接受媒体采访表示 这真的太疯狂了 在篮球场上大米身为一个大个子 他们会告诉你 当拿到篮板石油后 围来想抄球 你必须架且手肘 这只是为了保护球 我在场上做了基本功 然后就受到惩罚 卡森斯在上赛季吃下全联盟最多的18次技术犯规 因为过去的暴走个性 他一直以来都是裁判吹技术犯规的常客 他认为他很难改变这个印象 开玩笑的说我想我现在只能在圣诞节寄卡片给裁判了 因前科让表弟很难得到裁判的喜爱 美联社 感谢观看